1998年9月10日19时38分 由上海飞往北京的东方航空公司MU569航班 顿点起飞 执行本次航班的机型是麦道11大型客机 机上共载有137人 机长李嘉堂声明飞行了十多年的老司机 驾驶技术非常鲜熟 不能说闭着眼都能开 但至少睁一只眼闭着眼开问题不大 飞机在跑道上急持了几秒后 机头抬起起落架离地 以一个完美的仰角顺利升空 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就跟以前无数次的飞行一样 唯一有点不一样的可能是机长的心情 因为上飞机前刚跟老婆办了几句嘴 关键是他老婆也在飞机上 还是称务长 这既是夫妻又是同事的关系就这点不好 一天24小时低头不见抬头见 床头吵架鸡尾河 连晚上再加班这种日常小借口都没得着 除非你真加班 飞机升空后 机组人员开始做例行检查 这时他们发现前起落架的指示灯一直亮红 这就代表前起落架没有收回去 机长下令再做一次收放起落架的动作 结果发现前起落架也放不下去 至少指示灯是这样显示的 如果前起落架卡住了 那飞机降落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机头只能硬着路 相当于从滚动摩擦变成了滑动摩擦 这严重力度差的可就大了 机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马向虹桥机场的塔台申请返航 乘客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其中一位大老板很不满 对空姐发牢骚说 叫你们机长过来 他估计还以为自己在饭店吃饭 动不动可以叫经理叫老板 此时地面的工作人员纷纷行动起来 有经验丰富的留言机长 在塔台现场指导降落 专家组的基础人员 在同型号飞机上调查可能的故障原因 就连保险公司的人得知消息后 也火速赶到了现场 还私下对工作人员说 只要把这次危机成功解除了 每个人都有脚印 飞机低空飞过虹桥机场 地面人员用肉眼确定 前起落架确实没放下来 刘指导稳定了一下情绪 和机长通商了话 他让机长先做一遍检查 看是不是液压系统出了故障 机长检查完发现没有故障 因为飞机上一般都有好几套液压系统 同时出故障的概率很低 刘指导又让人搬来几本巨后的飞机说明书 因为飞机上的设备太复杂 一般飞机遇到故障时都得翻操作手册 这是唯一一个能最快找出解决办法的途径 同时他们还给波音公司总部发了咨询邮件 很快波音公司回复了邮件 也是让他们检查液压系统 除此之外没有提供其他解决办法 最后是祝他们好运 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这时市委书记和市长也赶到了现场 表示市里所有部门都会积极配合 全力保障飞机安全降落 总局也指示 所有航班调度服从569的需要 飞机上带了30多吨油可以飞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他们在两小时内必须解决起落架问题 留着到冷静冷下开始想其他办法 像这种起落架卡住的情况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力甩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什么东西卡住 拿起来实际甩两下一样 但飞机没办法拿在手里甩 只能通过特定的飞行动作来完成 专业术语叫做重力抛甩或者叫甩飞 第一种可以做穿云动作 飞机先是大幅度浮冲进入机场 等降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拉起机头快速上升 通过惯性把起落架甩出来 这种动作其实极其危险 因为民航客机不像军用战斗机有那么强的机动性 民航客机在迅速拉起时 仰角如果没控制好 很容易让飞机失去足够的生力 从而导致飞机失速坠毁 第二种是做急转弯动作 同样是利用惯性把起落架甩出来 机长完美的完成了这几个动作 但起落架依然还是没甩出来 倒是把机上的乘客一个个给甩吐了 甩飞看来是甩不出来了 刘志导又想到一个办法 正飞 办法是让飞机做个降落动作 但只用后起落架着地 着地那一下机身会产生强烈震动 看能不能把前起落架震下来 这个办法危险性更大 角度稍微抬高点机尾就会着地 稍微放低点机头就可能着地 机头机尾不管哪边着地都会造成巨大危险 所以这个平衡很难把握 进行正飞动作相比较来说机后舱会更安全点 所以空姐们动员乘客都坐到飞机后舱去 这时乘客们都开始人心惶惶 感觉到事情有点严重了 之前那个嚣张的大老板 此刻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整个人心态完全崩了 嘴里不停地念叨 是不是出事了 我们是不是都要死了 就在他情绪快要崩溃时 之前被他刁难的空姐 一把抱住他的头搂进怀里 安抚他说不怕不怕没事的 安抚了好一会儿 大老板才慢慢平复下来 降落前空姐让乘客们低头弯腰 做好防冲撞姿势 其中有队老头老太第一次坐飞机 刚登机时还在感慨 活了一辈子总算上天了 现在老太太又抱怨起来 坐飞机怎么还要做这种受罪的姿势 还不如坐公交车舒服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机长开始下高度 双手紧握操动感 一点点调整飞机角度 当后起罗驾触跌的一瞬间 机身产生了剧烈震动 连乘客的行李箱都给震下来了 最后机长立马拉伸 重新复飞 动作完成的几乎天衣无缝 但可惜前起罗驾还甚为震下来 这一怀甩一怀震的 飞机上的乘客也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很多人的情绪都快崩溃了 面对这种生死关头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乘客里有个大爷是个工厂厂长 原本已经迟到错过了检票 但他百般请求检票员通融一下 这才赶上了飞机 没想到遇上了这种事 他带了一箱钱都是工人的工资 厂长大爷找到空姐 递给他一张纸 上面写了自己这辈子欠了谁的钱没还清 谁又欠了他的钱 每笔都记下了 如果他出事 希望空姐能交给厂里人 这样的人真不多了 现在欠钱都是赶紧坐飞机跑路 当其他乘客心态都崩溃时 只有一位白胡子道长从容不破 从头到尾都在淡定的看书 道长估计早就掐指算过了 not today 几组人员经过几次尝试 都没能放下起罗驾 军神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副驾驶赶紧抽个烟压压压经 是的 20年前飞机驾驶舱 竟然是可以抽烟的 是不是没想到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其实现在也可以 因为直到2017年9月30日 中国民航局才下发正式文件 明令禁止在驾驶舱吸一 之前都是各个航空公司自己的规定 大部分是说在起飞和降落阶段不准吸 其他时间段建议不要吸 不过最新规定有两年多的过渡期 要到2020年1月1日起 才完全强制实施 也就是说还有两个多月空窗期 当然这里说的是驾驶舱 至于客舱那是绝对不准吸的 调整间隙 机长副驾驶和机械师 三个中年男人一边抽烟 一边聊起了自己的孩子 机长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他老婆在客舱 甚至幻听女儿在叫他 还应了一声 此时不光天上的人 地面的人压力也很大 总局只是尽量在天上 把起落架放下来 因为这样危险性最小 刘志导纠结了一会儿 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法 让机组人员下去看看 看能不能手动把起落架放下去 这可真的要去阿汤哥徒手扒飞机了 但人家那是拍电影 机械师一听 露气袖子说自己早就想下去看看了 于是拿了一把斧头就下去了 下去前还不忘跟机长说 待会儿千万别甩飞 机械师绑上绳子 费力地爬到了起落架上 由于风太大 手一滑手电筒掉了下去 只要是砸到人 估计头就开花了 他赶紧握紧手中的斧头 不能再让这个玩意儿掉下去了 机械师用斧头实际砸起落架 但怎么砸都没反应 仔细检查后 才发现是起落架的插销断了 也就是说 起落架是不可能放下来了 又知道听到后叹了口气 转声对领导们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此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紧急迫降 关于民航客机 一直以来有个很明刻式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不给飞机上乘客 配个降落伞呢 那也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直接跳伞多好 是不是航空公司为了省钱 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了解了跳伞才知道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 进行高空跳伞 几乎是必死无疑 因为民航客机在飞行中有两个特点 高空和高速 高空中飞机门根本打不开 就算打开了门 在那样高速和各种混乱气流下 人一旦跳出去 很容易撞到飞机 或者是卷入引擎中 而且高空中都是零下几十度 氧气稀薄 刚跳下去没几秒 人估计就失去意识了 所以让乘客跳伞的安全性 远远低于飞机破降 毕竟飞机破降是飞行员的必修客 但跳伞可不是乘客的必修客 不过虽然飞行员平时会有破降训练 但当时中国民航 从来没有遇到过飞机破降的情况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验 所有人手里都捏着一把汗 事先他们模拟了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在跑道破降 飞机在没有前起落架的情况下破降 最重要的是看哪部分先着地 如果刚落下机头就着地 这时候飞机速度过快 很容易摩擦起火 引起驾驶舱爆炸 驾驶舱一旦爆炸 没有了机组人员 飞机就会失去控制 从而在高速下一直向前撞去 直到撞到后级大厅 甚至会撞毁其他飞机 引起连锁大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况 模拟过程中为了展现后果的严重性 夸大了效果 飞机撞向航站了后 跟推土机一样划行了很长时间 感觉操作感一拉都能再次起飞了 第二种选择是草地破降 为了避免飞机机身和水泥地的直接摩擦 也可以选择在草地破降 但这种方式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飞机自重130多吨 加上降落时的高速度 很可能一落地就陷入土里面 然后像一台大型拖拉机 开启离田模式 越缠越深 过程中机身会受到严重损坏 很可能离到一半 机翼就被折断了 紧接着是机身 机身一旦破损 里面的乘客就会飞出来 然后被吸进发动机导致爆炸 经过慎重考虑 最终他们决定在跑道上破降 破降前留着刀跟机长说 只要把握好飞机角度 问题不是很大 嘴上虽然这样说 手上的笔却已经折断 机长沉默了片刻说 如果出了什么事 他女儿以后就托付给他了 在跑道上破降 机头一旦着地 会跟地面产生剧烈摩擦 很容易起火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灭火 消防部门决定事先 在跑道上喷散防火泡沫 市长发话 把市里泡沫车全调过来 此时飞机还能在天上飞40分钟 他们预留15分钟降落时间 所以泡沫车只有20分钟喷泡沫 5分钟撤离跑道 消防员们争分夺秒开始行动 多喷一米就多一点生存希望 现场消防指挥测算了一下 20分钟根本没办法把跑道全部喷满 只能先喷起火概率大的段落 正常情况下飞机后起落架落地后 滑行几秒钟机头很快就会着地 然后摩擦起火 这样的话中间段就是重要灭火区域 于是他们集中所有人员在中间段喷 喷了一会儿指挥员突然又想到 如果机长的基础很高 刚落地时把握了很好的角度 让机头不着地滑行一段路程 等到速度降下来后再让机头着地 这样的话很可能飞机就是在跑道最后一段着火 虽然概率很小 但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指挥员立马调了一个小分队去跑道后段去分 破墙前空姐也让乘客们把身上的手势 皮带等硬物收起来 遇到特殊情况这些东西很可能会扎伤自己 另外鞋也得脱掉 因为降落后紧急出口是要打开气囊滑梯的 穿鞋的话一方面不利于滑下去 另一方面有可能把气囊给扎破 顺便提一句 这个气囊平时千万不要去碰 那一次十万还要被拘留 同时空姐让女性乘客把腿上的丝袜也得脱掉 有个女性乘客不愿意脱 说你们自己不也穿着吗 空姐当场就脱了并跟大家解释说 这种丝制品穿在身上 一旦起火会粘附在皮肤上撕都撕不下来 造成大面积烧伤 女性乌客吓得赶紧脱了 时间还剩六分钟 地面消防车开始火速车里跑道 因为路面失滑 一辆新闻采访车混在里面开翻了 危机罐头 大家只好一起用人力把车往旁边推 最后在飞机降落前一秒 众人才把车推开 差点就酿成残酷 飞机降落到跑道后 角度把握得非常好 机长一点点放下机头 滑行了一段路程后 机头才完全着地 刚一着地立马就摩擦起火 飞机一路火花带闪电向前滑行 所有人的心情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当年的现场画面 就在飞机火势快控制不住时 刚好滑到了最后一段泡沫的地方 一截出泡沫火立马灭了 最终飞机安全地停了下来 地面人员一拥熬唱 开始全力出散乘客 老太太看到市长后说 哎我怎么看着你那么面熟呢 你不是那个那个那个水来着 等乘客全部疏散完了后 乘务长来到驾驶舱 看到机长靠在椅子上 两眼放空满头大汗 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不敢想象机长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几分钟后才缓过来 两个人相拥而起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原形是1998年东方航空MU586次航班 发生了前起落架故障 所以中在虹桥机场成功破降 这部电影是中国第一部空难片 现在来看也是一部拍的非常不错的电影 情节张弛有度 人物也都立住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豆瓣只有6.8分 同样今年十一也有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空难片 中国机长 当我看完后 感觉拍的远远不如20年前 这部紧急破降 中国机长拍的电影不像电影 纪录片不像纪录片 整个就像一个Vlog视频 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机长在挡风玻璃破碎后的一系列操作表现的很空洞 观众只看到机长很艰难的操控飞机 具体怎么难又做了哪些正确的决策 完全没提前出来 还有地面人员好像就是在那干着急啥也没干 不像紧急破降里 机组和地面密切配合 尝试了各种方法 情节跌宕起伏 当然这里一部分原因 我想可能是两次事故的性质不一样 紧急破降是起落架坏了 飞机可以长时间在天上盘旋 地面和飞行人员可以充分沟通商讨对策 但是中国机长是挡风玻璃碎了 从碎了那一刻起 情况就特别紧急 驾驶舱也没法跟地面交流 导致电影不知道该怎么向观众展现机长的各种应对策略 如果说驾驶舱是因为事故性质不一样 那客舱里的乘客群像戏就没理由拍的那么烂了 紧急破降里崩溃的老板 耿直的厂长 第一次坐飞机的老头老太 还有神仙道长 个个都很鲜活 让人一下就能记住 然而中国机长里的乘客没有任何记忆点 就像一个人拿着相机拍Vlog随手扫过一样 而且地面上还莫名其妙塞了一条关小彤的线 凑时长也不用凑得这么敷衍吧 当然以上说的这些只是针对这部电影来说的 穿航事件本身是非常值得敬重的 刘船舰机长是位真正的英雄 最后愿所有的飞行工作人员 以及坐飞机的人都起落平安 巴巴巴54 坐飞机 放飞机 来